来看一下书面的宣传照 太流行了 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是 阿美族男生的传统服的再改良 对不对 这有点创新的感觉 这是创作的 就是那个 把那个服饰的 原来的疾病的 就是男生 阿美族男生的上衣疾病 对疾病 打板的样式 重新再造 然后 阿美族很喜欢用猪猪 阿里来来啦 把那个猪猪 就选入修在那个 胸口的挡筋上面 对 然后羽毛是 因为阿美族的成年男生 要成年之后都会擦五臂 五臂就是羽毛 羽毛代表了那个 责任 对 嗯 所以羽毛在飘在空中的感觉 身上都是责任 身上都是责任 满满的责任啊 这一张我 个人觉得你 是有点宿嘴啦 没有 那个是 就是要映照一种风潮嘛 就是 很多时尚照片很喜欢拍走路 然后我记得阿美族的男生 走路也有我们自己的样子 哇塞 好可怕 而且我们都露大腿耶 欸 我跟你讲 我们的 我觉得阿美族的那个服装啊 其实是最时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男生的这个腰跟短裙 我们都给 腰带跟短裙都给了男生耶 最好看的颜色 最好看的绣花都在男生的衣服上 而且剪裁俐落 有没有露大腿 超 我们的祖先好聪明喔 我的妈啊 这张真的很好看 你就是要仿那个某XQ 有没有 某G 某GX杂志的造型 这是什么 这是拿那个符诺 也就是我们的锂刀 刀子 这是影响仿佛要出草的动作 可是旁边又故意有放一个摄影机的灯 感觉现代又传统 传统又现代的感觉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有叙事待发 这个背影的部分是阿公的意思吗 对 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其实服饰上最漂亮的地方 是在背面的铃铛 铃铛 而且男生的臀线 有没有 而且腰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俗敏的腰 腰线的部分 有在练 老实说出这张专辑的时候 有没有真的好好 有在去练身体的感觉 练那是还是不够的 后来用修土 好 有时候想说 修土是一定要的 因为我们要走得非常地 让大家会喜欢 对 所以这张就是我们选的封面罩 封面罩 封面罩的感觉 其实就是 书命在出发 就是蓄事待发 对 蓄事待发 随时都要吊起来 然后都很多毛 哇 好好看喔 我真的觉得 传统就是时尚 对 能够把传统服穿到 所以书命的打歌服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会穿这样出来 打歌服的那个人 就是只有郭英南先生 有啊 他阿公那时候穿的时候 他也可能 他也把身上最好看的衣服都穿出来 就是这一套 对不对 好感人喔 穿上我们祖先的彩虹衣 其实是最能骄傲的 俗命这张专辑 其实你真的要表达的 都是族女的创作 对不对 你待会儿要给我们唱的这首歌 也就是你刚才在服饰当中 很特别凸显的 从服饰可以证明一个族群的概念 就是 铃铛 对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的铃铛 有没有 诶 这个叫阿美族的话叫 党妇对不对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那个 那个阿嬷的绣纹 有没有 还有每个家族 有没有 还有绣球 有没有 最重要的是还有大腿 各位喔 大腿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有有有 揭死了揭死了 讲一下 为什么会创作 党妇这个铃铛这首歌曲 就是阿美族的男生身上都会绑党妇 其实他有一种就是 跟家里面的一个联系 尤其是妈妈亲手做的铃铛的时候 绑在男生身上 代表你跟妈妈有联系 跟妈妈有联系 对不对 而且呢 好 这个要唱这首歌之前 我们先让淑敏拿一下吉他 这首歌党妇呢 其实听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 这个 中东的味道 而且中南美洲的 一点点的那种 那种海洋气息 有点点异国的风情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写给阿美族的 这个服饰当中 有老人家的智慧 铃铛 这首歌一起来欣赏 中文字幕志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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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要不要 就这个孩子回到了祖先的怀抱 又努力用最困难的语言 来创作我们的这个歌曲 其实要给他更多的鼓励 如果有很多的感动 很多的分享 想要来跟他鼓励的话 0226339989 再次提醒全世界的观众朋友 要记得我们通关闭语是 八点打给我 鼠蜜初级 喊慧 一定要讲喊慧好吗 鼠蜜的初级要再接再厉 希望大家能够有些扣印机 来休息一下 回来今天8点打给我 书面带给我们精彩的8点 打给我